11月4日 李克强同苏尔茨举行会谈 李克强欢迎苏尔茨访华 他表示 中德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 彼此交往日益增多 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德关系 当今世界遇到诸多困难和挑战 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 信心和预期显得更加珍贵 中方愿同德方一道 在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 持续推动中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为国际关系增添更多稳定性 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发展动能 更好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李克强指出 双向开放 互利互赢是中德务实合作的鲜明特征 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压仓石 中方愿同德方加强贸易投资 制造业 疫苗等重点领域合作 积极推动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机制 有序推动增加两国直航航班 更好便利双方人员往来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苏尔茨表示 德中建交50年来 两国政治经贸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德国不主张脱钩 希望确保世界和平发展 维护全球经济增长 实现平等市场准入 德方愿同中方共同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深化经贸 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 促进人员交往 推动德中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表示将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 会谈之后 两国总理共同会见了记者 李克强表示 中德两国作为亚欧大陆两端的 主要经济体 应当增进战略互信 坚持双向开放 深化互利共赢合作 向世界发出坚持多边主义 支持世界多极化 共同维护自由 公平贸易的积极信号 中德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双方一致同意增进中德之间的交往和各领域交流 深化重点项目合作 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使中国成为对外开放的高地 外商投资的热土 苏尔次表示 德中经贸往来和双边关系日益密切 德方愿同中方增进互信 拓展重点领域合作 推动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对话机制 携手应对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 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挑战 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王毅和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